2024年6月30日 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 来自美国34个州和大华府本地 将近300位华人同胞 一起风发 举行了首次华人组织的 大型宣誓民权的步行活动 以纪念1964民权法生效60周年 整整60年前的1964年7月2日 林登约翰逊总统 签署了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 1964年民权法 该法会随后的1965年 通过的投票权利法 以及移民和国籍法 突平了道理 从而推动美国成为一个多种族裔 多元文化的民主国家 历史上 臭名昭著的1882年台华法 直到二战期间才得以废除 在1964年民权法签署之前 美国南部许多州 不仅实行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 也千方百计地剥夺了 有色族裔公民的投票权利 因此 民权运动推动了1964年民权法的诞生 从而在联邦层面禁止种族歧视 确保投票权利 推出确立机会平等的移民法 不忘历史 正是现实 美国华人联盟 在华盛顿举行的 2024全国大会的第四天 组织一次历史性的 为民权而不行的活动 纪念1964年民权法生效60周年 既表达在美华人对民权运动先驱们 勇气和牺牲的崇高敬意 更表现当下平等权力遭遇挑战的积极应对 6月3日上午9点 人们聚集在美国二战纪念碑广场 选择这里 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的起点 具有特殊意义 在二战之中 大约2万在美华人参军作战 他们为美国而战 捍卫和平 而美国国会终于在2018年 通过了华裔二战老兵国会精致奖章法 以表彰华裔为美国做出的不朽贡献 贡献不容被抹杀 历史不容被忽略 从二战纪念碑广场起步 纪念活动的第二战 到达马丁路德金纪念碑 人们手玩手 庄严地走向马丁路德金纪念碑 重现1965年500多名普通民众 在马丁路德金博士 等民权领袖们的带领下 从塞尔玛到蒙哥玛利 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 争取平等权益的历程 此刻 那段历史被捐刻在纪念碑的花岗岩上 美国华人联盟的主席薛海培 和理事长王华代表大家 向金博士雕像敬献花篮 以表达大家对这位美国民权领袖的崇高敬意 随后美华史记的黄茜女士 为大家介绍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花岗岩雕像希望之时的来历 当年金博士纪念委员会从许多的方案中 挑选出由来自中国湖南的雕刻家雷一新的设计方案 其灵感来自金博士 《我有一个梦想》 演讲中的一句话 绝望之山 希望之时 这句话来自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句话 就是Out of Mount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 后面这两块石头对吧 然后马丁路金博士冲破了重重的障碍出来 然后这块这个雕像的意义 和我们今天游行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关于1964年的民权法案 这个石头产于中国 整个过程中经历了很多controversy 然后最终这个雕像落成了 有159块石头从中国运过来 然后在雷一新大师的亲自指导下 一块块严丝合缝 按照美国的规程把它做好了 所以奥巴马在这个落成典礼上 紧紧地握住了雷一新大师的双手 然后请他们全家去白宫晚宴 然后这个雷一新大师 接下来大会特地挑选六位高中学生 带领大家一起朗诵 马丁路德金博士最著名的民权名言 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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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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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些名句既是民权运动的成果 也反映在美华人追求平等反击歧视的诉求 此次步行活动的终点是宁肯纪念堂 步行团队与大华府当地华人的黄河合唱团会合 在指挥引领下 全体参与者一起合唱三首 我们终将克服 这片鼓地属于你欧 明天会更好 这三首歌的大合唱将整个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通过歌声表达了人们捍卫平等权益的决心 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这是很荣幸能够在DC和UCA的同仁们一起 跟全美国华人联盟一起开了很大的一个盛会 我觉得这次活动的话 会促进我们华人在美国 在民主民运和反对亚裔歧视上面的话 会做到一个很大的推动 我希望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华人 能参加我们在各个地区组织的华人的活动 我感到非常的激动 能够参加UCA这样全国性的那个活动 我现在所在的首诺马市只有非常少的华人 但在150年以前 我们城市的25%是我们的华人 他们由于排华法的原因 他们离开了这片很可爱的那土地 至今为止 他们的攻击还没有得到承认 所以今天我是代表了我们过去150年的华人的新生 来到华盛顿 来到国家的那个中心 为大家发出这样的新生 我们华人是这个社会的缔造者 我们团结在一起 为我们的下一代开创最美好的未来 美国的建国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 自由和追求幸福 然而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亚裔仇恨事件 以及南方某些州 屡次推出针对性的歧视法案 历史的重演 让民权运动的成果遭受挑战 现在我们华人正处在美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和危机的时刻 我们的社区正在遭到攻击 美东关系极度恶化 美国国内政治也是极度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的美国华人的命名是一个大家都应该都来关心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我给你给你举出一个例子 佛罗里达现在通过了三个法案 不让一部分华人拥有房地产权利 禁止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在佛罗里达州的公立大学被雇佣 这个佛罗里达公立学校 从幼儿园开始 要教小孩子们知道了解共产党 所以说在佛罗里达发生的事 可以在全国各地都发生 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34个州 通过了各种类型的排华的土地法案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现在 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所有参与者都表示 今天1964民权法生效60周年的纪念活动 是美国华人对美国建国理念的认同 也是捍卫自身权益的宣示 今天这个民权运动 因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华人第一次自己组织 自己参与 在首都华盛顿 做一个为了我们华人 基本权力抗争的一个游行 2020年了 我们华人在美国还需要做这种的游行 来争取我们的权利 但是在这个上面也有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来 还有很多年轻人参与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这个能继续下去 我们的希望了 我们今天要线吴 这是一个公共同的游行 最新的公共同的法律 是个人不同的法律 以立法律 当时的公共同的法律 是一切的法律 WLU and UCA against discriminatory state laws that are being passed in legislatures across the country. As just one example of that, the Florida legislature last year passed a law that restricts many immigrants from buying homes in the state, and it singles out people from China for especially severe restrictions and especially severe criminal penalties. It is wrong, it's un-American, and it is unconstitutional. It is blatantly unlawful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people based on where they are from. For the state to be discriminating against people based on where they are from, it's wrong. And we're fighting it in court. And today it's an important anniversary and it's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o look to the future to think about protecting those achievements and also to think about the world that we want for our children, how we're going to make it better, how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for justice in the courts, in the halls of Congress, in the state legislatures across this country, and in the streets. I love the fact that we have Asian folks of various degrees, like various locations, like all come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and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organize for civil rights. Because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this in America is that when it comes to white supremacy, everybody's affected, including white people. When it comes to non-white folks, black, Asian, South Asian, you know, Native Americans, like, we get affected the worst. So it makes perfect sense for the Asian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how civil rights is fought and also work as a coalition with other entities and stuff. 此次大会的重要成果,人们达成共识,承诺团结所有族裔一起奋斗, 建设一个对于每一个人,无论种族、肤色,都是公正平等的更完美的联邦。 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人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和公益活动, 关心时事 登记投票 勇于参政 这样才能捍卫民权运动的成果 和享有宪法布与的平等权利